今年43岁的台湾女星贾静雯,早年出道时以明亮的双眼和气质女神外形,以家家福一战成名,后来更靠住以天屠龙记,飞龙在天。 人气不断翻红,是台湾家喻户晓的女星,她近年来到中国发展事业,和黄晓明、高圆圆的演员合作,人气居高不下,可说是两岸三的最受欢迎的女星之一。 虽然近年来都在中国发展,尤其和修杰凯在婚后,带助女儿参加时镜节目,让她再度受到粉丝关注,日前传出魁为十五年,她终于要在台湾拍摄新戏了。 据ETTD报道,贾静文戏剧出身,演技纯属以外,虽然已经43岁,仍然和年轻的时候相差无几,让她成为中国,台湾很多戏剧疯抢的对象。 她近年来虽然都在中国发展,但是让台湾粉丝振奋的消息出炉,她确定要演出台湾的新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,暂定,片酬竟然高达。 贾静文确定在台湾拍摄新剧,据上次在台湾拍摄已经有15年,据悉,她这次以美籍30万的酬劳,拍摄台湾的新戏,虽然和中国的片酬相差近五倍,不过仍然是台湾的顶级片酬。 工作人员也透露,她一看到剧本就相当有兴趣,加上在台北拍摄可以照顾女儿,才会让她一口答应,据ETT Day报道,她的经纪人表示,其实对于在台湾拍戏一直都有规划,也松口,很期待新作品。 消息传出后,让很多台湾粉丝惊艳不已,纷纷留言,终于可以看到美丽妈咪MIT的作品了。 好期待我,辣妈新作品一定要支持,爱台湾我就是买单了。什么时候上当啊? 小编也好期待我。15年后再次登台演出。到底哪天上当呢?